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观点会客室 今天我要来聊的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它是南机场乐活园区的防疫新生活 这个新是开心的新 货班总统文化奖的台北市万华一代的 钟情理理长方和生 他中年的时候回到了从小长大的社区 这个社区的轮廓呢 是快要一万人的李明 但是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长辈 非常的高龄 三百户的中低收入户 四百个有外籍配偶的家庭 大家可想而知 当地的整体的社会经济的条件是什么情况 而方里长他认为说 一周一餐是办活动 天天公餐才叫做照顾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打造了乐活园区 他开发的服务项目从老到小都包办照顾 包含了长者的共餐 共同吃饭 公餐 送餐 社区的食物银行 食想冰箱 客服班 图书馆 还有咖啡屋 而防疫这档是对于李明和他都不叫做新鲜事 因为他们在SARS期间 这个社区当中相当多人在和平医院 就是丰院的那一间医院 这个在其中服务 所以SARS期间也轰轰烈烈地经历过 那作为李的大家长 他到底是如何去兼顾长辈的照顾和防疫呢 而且和长辈沟通防疫新生活 有沟有通 而且让长辈愿意遵守 不会还到处想要爬爬灶 他有什么样的秘诀 我是陈伟 欢迎锁定观点会客室 陈伟今天出击第一线 我人在南机场 我为各位介绍坐在我对面的 他是台北市钟情里的里长 他担任这个职务 已经达到第六届 也就是22年了 也是2019年获班总统文化奖的得主 方和生 方里长 方里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里长 这个我想要帮助我的听友 来认识这个南机场 钟情里这一块的居民的轮廓 您能不能大概谈一下就是这里有多少人啊 然后这里的这个大概住在这里的族群 他们的年龄层啊这些 我这个里有31个林 是 在台北市也算大的里 31个 而且我们的密度很高 像很多的里是因为要学区才会去寄户口 对对对 所以空的 我这里没有人要去湖口 我们是实的 所以我们有人数将近一万人 那有户籍的大概六千九百多个人 是的 那有一些就因为户籍迁到别的学区去读 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到那么多 那这里的老人年口快要一千五百个人 哦 快占掉我快四分之一的人 对对 然后还有我这里的身障 身心障碍手册 零有身障的手册的超过六百 那六百个人 我的低收中低收这些超过三百户 所以它还有新住民的 这边超过四百多个 所以这个是以比较中下阶层的一个社区为主 这样子 那南基厂它是民国五十二年盖的房子 是 所以它的房子 民国五十二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社区就有自己的发问池 自己的抽水马桶 其实蛮先进的 对啊全台湾一百一千两百六四户 唯一 民国五十年一个社区一千两百六四户 有抽水马桶 就南基厂 是是是 我们南基厂更特别是我们在民国五十年 我们就没有电线杆 嗯嗯嗯 我们所有的电线杆都在地下 其实这个做得很早欸 对啊 所以可是它每个巷子都比房子大 所以我们的房子只有八平十平十二平 所以刚刚主持人走过来看到那些都八平了 就看到我们所有的委建事前都后窍上面盯起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我就是要讲这件事 对啊 Besie 对啊这个房子非常的小 然后它建构起来以后变成那么小的房子 嗯嗯嗯嗯 然后因为不够租所以大家往前租后窍起来上面盯起来 嗯嗯嗯嗯嗯 現在台北市裡面要付租金 租到六千 八千的 只有南氣場租得到 真的 原來這裡的租金大概是這樣而已 付得起這些錢就相對比較弱勢 了解 所以我的居民 像很多的人 每個人大概你把房子租給人家 你絕對不會去跟里長說 你的房子租給了誰 嗯哼 對啊 對不對 當這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進到我們的社區 他租的房子 我有自己的網絡系統 我們的周邊鄰居都會通報給我 所以我們現在老人的服務 我們光一個中午 要準備老人的送公共的餐 光一個中午就超過兩百個餐 嗯哼 晚上加小孩加起來 一天我要準備三百多個餐 哦 所以禮拜一到禮拜五這樣子 嗯哼 所以南氣場它是一個比較集中的 一個弱勢的居住的地方 是 那我常在講我們雖然弱勢 可是我們想做的一件事是 我們所有的服務是別人沒有的 嗯 因為他搬進來 他變成這樣不是我造成的 嗯 可是到了我的社區 不管他是老人是小孩 他就是我們家的人 嗯哼 所以我們就可以照顧他 嗯哼哼 我曾經聽在報章雜誌上面 聽過您受訪的時候說 一個禮拜辦這個一餐叫做活動 可是一個禮拜裡面天天 週一到週五都有餐可以吃 才叫做照顧 對 我可以從您剛剛所談到的 呃 您這一種照顧李民的這個心願 好像讓您做了很多的服務 這個聽眾朋友 我現在在採訪 方里長的這個地方叫做 書 花甲 書屋 書屋花甲 書屋花甲 對不起 書屋花甲 這裡是一個咖啡廳 而我剛剛在20分鐘之前呢 我其實是從 方里長他們所做的另外一個服務 就是長輩共餐 樂活原地 我在那樂活原地的其中一個 緊鄰著廚房的這個 共餐的中心裡面呢 好可愛喔 我看到了就是大概四五十位的長輩 然後大家吃飯吃得好開心 看起來特別的香 很多服務 可不可以我們聊一下 蘭基場的樂活原地 現在我們老人的餐食的服務 我把它分為三種 叫做送公共 是 所謂送的意思就是 送到家 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中午跟晚上 供應的公 走得動的獨居長者 或者落色的廊者 然後他有的不願意 跟人家一起坐著吃的這些長輩 脾氣的關係 所以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中午跟晚上 他都可以下樓來一起拿回去吃 因為他走得動 所以我要求他下樓 所以送公的這兩種長輩 要符合社會局的標準 才會得到補助 如果沒有不符合 對啊 要不要做 對 要不要做 對 就要做 那怎麼辦 地上你自己掏錢 我們自己想辦法募款吸收 以前是自己掏錢 現在是募款 我們可以做 是 才做得久 這個叫社區 他進到我們社區的就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就可以來協助他 第三個叫共一起吃 一起做 一起做就像很多的年輕人 因為兩個爸爸媽媽有很多年紀長的兩個剩一個 可是孩子們要去上班上課 可是要等到你們回到家 你才知道你家裡的長輩中午那餐有沒有吃 對耶 很多長輩沒有人吃 那也隔了八個小時那麼久 對啊 所以說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公公婆帶下來一起吃 那我們一桌坐八個人 中午就一起吃飯 我們透過健康的長輩 幫一些比較不健康行動不便 他坐著這一桌的人就幫健康的幫不健康的打菜 你可以想像禮拜一到禮拜五我都幫你打菜 他們兩個會變好朋友 對對對 這是一個互助的一個概念 那這八個人一起做的時候 當在聊的時候老人家最怕什麼事 很多長輩他不願意把心裡話講出來 受了委屈 家裡委屈不講出來 家裡怎麼樣怎麼樣不講出來 當身體不舒服也不講 可是因為一起做一起吃飯 那我們又一起接受 所以當他心裡不舒服講出來了 其他七個長輩就會安慰他 我也是這樣子啦 我們年紀大了 我們想開一點 等一下吃飽飯 我們去公園走一走 當這些長輩發生什麼事 這些長輩會通報給我們 我們就能來協助他 而不是讓他憋在家裡 他整個都不講出來 最後對長輩他是一個不好的 所以老人的送公共 我們是禮拜 共餐的長輩我沒有晚餐 沒有準備晚餐 為什麼 因為孩子下班了 就回到家裡交給孩子們 那是你必須要盡的責任 中午那一餐 我幫你照顧一次你的長輩 家裡的人 讓你安心去上班 不用煩惱 因為這些被我照顧的長輩 都有所謂的健康的虧損 可是你去安心上班 他也在這裡快快樂了 當長輩在這裡快快樂 他回到家裡了 對家裡的孩子 對他人 他心情也會好 對耶 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服務 可以讓長輩 互相來照顧長輩 我們又要跟家裡的人 一起來照顧長輩 所以老人的送公共 這個模式在台灣第一個做的就是我 所以有模式的做法 那我們做禮拜一到禮拜五 主持人你有看到我的廚房 對不對 我有專職的廚師在煮 哇 請得到專職的 不是只有志工媽媽阿姨 我都是用專職的志工在煮 因為我煮的量太大 對啊 週一到週五 然後禮拜禮拜天 這些長輩要吃什麼 如果是獨居的要吃什麼 台北市有所謂的居家服務 服務員 對對對 我有居服團體 對不對 這個長輩他有居家服務的時速 服務的時速 我就可以把它排在禮拜六禮拜天 有道理 這個長輩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來負責 禮拜禮拜天由居服員來負責 那接著呢 我的員工 我的志工 廚房員工就可以休息 對 還是需要 因為我要做長期的 對 我不是做一次性的 所以我做長期性 這樣我的員工 我的送餐志工 禮拜禮拜天就可以休息 可是禮拜禮拜天如果發生事情 我們社區還是會幫忙 可是這樣就比較少 了解 這樣我的老人就被照顧到 禮拜一到禮拜天都被照顧到 是 那共餐的長輩 因為它是有眷的 所以禮拜禮拜天我們沒有照顧 就由家裡人來照顧它 聽懂 這樣子我的服務就可以做長久 另外我還有在樂園園地 我們做國小國中客戶輔導 所以你剛剛看到的一群老人在排隊準備吃飯 我們樓上還有國中國小的孩子 客戶的孩子 他們是等老人吃完才會下來吃飯 所以長輩先吃 這孩子最後在吃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的 就是讓孩子們在寒假的時候 暑假的時候 我們沒有停服務 平常是上班時間是上課時間是下午四點到晚上九點 寒暑假幫了爸媽大忙 寒假暑假的時候我們沒有停 平常是四點到晚上九點 所以孩子們晚餐來這裡吃 我們有兩個專職老師 國中國小各一個專職老師 我為什麼要請專職老師 最大的原因就是說 這個老師可以陪著孩子一整年 會跟孩子產生信賴 就像小學我們有導師 這樣陪著我們一起一整年對不對 然後信賴 第二個 這個老師可以跟這個孩子的學校老師 產生連結 當孩子發生什麼事 學校方說我這裡 這兩個老師會互相的聯繫 這才有網絡的效應 第三個就是說 為什麼要請專職老師的第三個原因 就是說這些孩子如果功課進步了 誰的鼓勵最有效 我想可能是爸媽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老師跟爸媽會產生連結 當孩子進步了 一起來鼓勵他 而不是只有罵他 因為這些孩子是越南大陸單親的 他們這些孩子本來起步就比人家滿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功課進步 他可不可以讓家長得到認可 家長認可他 當他功課進步了回到學校 老師看得起 同學看得起 這很重要 所以禮拜一到禮拜五 課五班我們都做 早上放暑假 孩子跟我們講 禮長我們禮拜一開始放暑假 那我跟他講 禮拜一的早上 開始九點一都要報到 禮長我們放暑假的話 禮拜六禮拜天兩天放完了 這兩天就放完了 台灣話有一句話講 棒無假操 對 如果放出去這兩個月 真的會出事 有些家庭 爸爸媽媽必須上班 必須幹什麼 有單親的 顧這些孩子才又沒辦法顧的時候 這些孩子不會給我 台北市的補習也貴 這些爸媽根本負擔不起 我們就可以幫這些孩子 他在這家有飯吃 所以他們都講 禮長這邊的課五班 比補習班還要狠 因為我要求功課進步 那真的是狠 台北市是一個很現實的 這是中肯化 很現實 如果孩子功課進步了 自己看得起自己 回到學校老師也看得起 同學也看得起 這很重要 然後他就能改變他自己 所以透過左小 台北市目前在做兒少據點 有做國中的 課後的只有我 因為所有的據點都做國小 沒有人要做國中 可是在國中的階段 更容易走偏 因為國中的科業壓力更重 是 我在民國99年 拿到樂和原地開始做的時候 我94年開始做課後輔導 99年我拿到樂和原地開始做 我就看到太多好幾個 我的國小畢業的孩子 因為家庭功能沒改變 回到學校功課又重 那自己又開始 又不想學了 又開始帶多了 那看到這孩子不是壞 可不可以把他拉回來 所以我們樂和原地的孩子 是從小學帶到國中畢業 對 帶到大概已經15歲了 所以小女生她的成熟會比較快 到國二的 就是八年級的下半年 就會比較開竅 是 那小男生要到九年級 有很多到九年級下半年 才會開竅 這個有道理 對啊 所以帶這些孩子 我就這樣一直帶下來 就言論讓孩子們 比如說讓他家庭 媽媽 爸爸 擔心的不用負擔這麼重 脫不開始的功課進步 去影響那些家庭 我這裡面還有一個竹竹館 我的竹竹館比較特別的是 樂和原地的竹竹館 叫借環書工作站 當這裡是南機場 當你跟北投貼母南港的 台北市的士徒的竹竹館 借了一本書 他把你的書送到這裡來 對 對 不用花錢 是 是這樣的 對 對 對 士徒的開館時間 每天的時間 應該是早上九點到五點 我是晚上九點 到晚上九點 我們開到晚上九點 我為什麼要開到晚上九點 很多孩子要補習 或者要去補習的 他六七點八點多才下課 有些爸爸媽媽六七點才下班 他要拿書 你開到五點 他都還沒有下班下課 他怎麼會拿得到 是 是 所以透過社區的志工 就可以拿到 到晚上九點 他就可以拿到他想看的書 他不要花錢 透過這個據點 他就會讓他拿到 想看得到摸得到 拿得到還要的書 是 是 所以像目前 我們禮拜一到禮拜天 我們都開門 所以我們一個月 有五千多本的借還書料 對 這聽起來 老的小的都照顧到了 據點就是取名叫熱活原地 對 名符其實 對 還有書花假 那就是針對有一些 所謂十六到十八歲的 被少年隊列管 少爲列管的孩子 犯過錯的孩子 對 然後咧 他們找工作也不順 對 那個會很不順 對不對 然後一百零二年 我在熱活原地 我就著急著這群孩子 跟少爲合作 辦一次性的活動 讓他們體驗 就問他們 你們想學什麼 我們想學咖啡 學咖啡好酷喔 你記不記得 如果大家記得 102年那時候 Starbuck才開始進來台灣 喔 原來 那時候進來台灣 所以很多年輕人 走路的時候 手上拿一杯咖啡 好文青 好酷喔 所以他們告訴我說 里長 我們想學咖啡 學咖啡好酷喔 可以手沖一杯咖啡 多麼有氣質 多麼有氣質 對不對 所以102年開始 我就花了一百多萬 我們去募款 OK 然後打造了一些教室 咖啡教室 讓孩子在那邊學 是 接著考了幾期以後 孩子學了以後 就想 里長我們可以考東西嗎 不然這樣學下去 所以我們後來就帶到 遠東北 還去考證照 後來我們就帶到 遠東百貨公司的門口 是 跟佳樂福的桂林店門口 我們讓那些孩子做什麼 我常講 讓我們這群牛做什麼 在路上自己泡咖啡請路人喝 他們說里長我們不敢 我說我們又要開咖啡廳的 又要考證照 你們都不敢泡給哪些 人家怎麼知道你有學 對 當孩子拿了咖啡 請姊姊哥哥叔叔 我請你喝的時候 你們知道嗎 這群孩子走回來的時候 跟我講 人家說我泡得好好喝喔 屁股都翹起來了 接著我們講說 你想不想考咖啡師證照 可以看到我們 你後面這個櫃子的旁邊 對 就有一個證照 有一個牌子 咖啡師證照 英國咖啡師證照 到了今年109年 6月我們還有31個孩子 考上英國咖啡師證照 哇 不得了耶 我們就有31個了 是 所以還是考上證照了 可以來這裡領part time的薪水 讓他可以穿上自己的制服 泡一顆咖啡 給客人認可的時候 有孩子要學壞嗎 有孩子要做壞嗎 對 自己也看得起自己了 不用去把他趕走 不要把他趕走 再看到我的玻璃這麼透明 我玻璃這麼透明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想說 讓他的朋友站在外面 看得到他在這裡學 看到在這裡領薪水 看他穿著制服 來學咖啡的孩子不用錢 沒有收一塊錢 還有飯吃 還有到每一堂課 我們給300塊禮券 全家禮券 我為什麼要給他們這樣子 這群孩子找工作不順 16到18歲的孩子 還可以送一堂禮物資 那這些孩子如果學到了技術 那因為這樣子穩定的 能夠安心在這裡學技術 三到六個月 考上證照 我最遠的 最久的是一年考上證照 孩子可以國中沒有畢業 孩子可以學不好 可是我們都沒有咖啡師證照 他有 這個就是讓孩子們在這裡 可以學到技術 您做的服務 我覺得可能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我們最近大家最熱門的話題 大概就是新冠肺炎 那特別是前幾天是立秋 那大家都說秋冬肺炎的疫情可能會再起 我想要在這個防疫這個層面跟您多聊一聊 因為其實對於南機場 您的這個鍾情禮的這個禮民 這個疫情傳染病 其實對你們不是新鮮事 你們說你們SARS的時候也經歷過 這個我可以感受得出來 您像是這個禮的大家長 您如何處理就是集體性的恐慌 大家會怕嗎 而且特別是我看這裡挺熱鬧的 然後家家戶戶都是避臨 就是居住在一起這樣子 那這個因為大家是群聚的 所以大家會有恐慌嗎 不會 好可愛喔 不會啊 所以也不太會發生那種歧視 就是哪一家 它裡面有一個確診的人 結果其他人都排擠他們家人 我們目前整個南機場沒有確診的 可是我們居家檢疫的 在SARS那一年 這個禮食得到SARS最多 隔離最多 死掉最多 全台灣最後一個SARS 也是我發掘出來的 透過志工體系 我們把它找出來了 中醫國小 對面是中醫國小 也是SARS間唯一停課的小學 是 當這些被隔離的人 在家裡的時候 包括孩子在家裡的時候 他要吃什麼 對啊 他用什麼 對啊 在92年的時候發生的時候 沒有人告訴我們做什麼 然後 我們要怎麼去防治SARS 是 我這裡的居民 很多在和平醫院工作 是 當清潔的 當護理師的 當書記的 都有全台灣的第一個 在和平醫院死掉的楊書記 也是我社區的 所以 在社區裡面 我們怎樣去防治這些東西 我們並沒有像華商國展 一樣把整個社區封起來 而是把周邊的幾戶封起來 我們協助了送餐 我們協助了 當初沒有食物銀行 所以我們協助了一些物資 可是那個時候物資我也不懂 食物我也不懂 SARS我也不懂 可是那個時候 跟蔡篤堅老師去溝通以後 我們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社區的志工 我們幫孩子送功課 幫孩子送餐 幫這些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人送餐 然後去關懷他們 我們最後一個SARS 也是因為這樣子送餐 然後發覺他出來的 因為他跟兩兒小孫子住 他的太太 在恩主公醫院得到SARS 被隔離 然後他先生 因為有跟他在一起 他先生又跟兩兒小孫子住 所以判斷起來他會得到SARS 是啊 可是 因為好幾天都一直沒有發燒 SARS最大指標就發燒 所以 我們那時候跟台灣社區的醫師 趙孟遠醫師這邊在討論 怎樣他會 有沒有可能他吃什麼藥 會退燒 後來我們就請小朋友 把他阿公的藥 英文名字 一個一個字練給我們聽 是 然後練了以後 我們把他 我教我的小兒子 跟他也是同學 然後把他練出來 我們去拿給醫生看 好好好 醫生說是淚固醇 好好 因為他爺爺會痠痛 所以要長期吃淚固醇 對 淚固醇會退燒 好好好 我們叫小朋友 把淚固醇藥拿出來 好好 不要給阿公吃 當天不要給阿公吃 好好好 當天的晚上 是 老前的溫度高到39度 非常嚴重 全台灣最後一個SARS 整個台大醫院封起來 當天晚上下大雨 我們用救護車 所有的居民 那一棟樓都不要出門 我們救護車 把他送到台大 台大整個封起來 他的病毒量 是台灣優勢最高的一個人 他往生了 可是在社區裡面 他就沒有散播出去 對 是 他沒有散播出去 所以透過社區的防疫 我們在做 我也是因為經歷過那一次 我現在所有的長輩 你看到我的原地 我們會量體溫 對 我看到入口處 對 然後我們會準備漂白水 西市社區 OK 我們的長輩只要有身體不舒服 好好 不止感冒 是 所以我們就叫你不要來 是 是 我們就叫你不要來 我們幫你送餐 OK 像這一次在疫情之間 我們就有長輩在咳嗽咳不完 好 好 那 我自己有跟 SARS以後我跟我 曲大臣院長合作的一次叫做 肺結核篩檢 七分篩檢法 一個多月咳不好 體重下降 十億不好 我的老人就出現這種症狀 馬上救護車送和平去 做肺結核篩檢 等篩檢的過程中 照X光醫後 醫生說有可能禁論 肺部禁論 我們就要求這個長輩 不要來我們原地了 在家裡我們幫他送餐 後來確定是肺結核 可是你知道肺結核要感染一個人 必須在密閉的空間四到八個小時 所以他只要不接觸我們的肉園地 對 他只要能夠在家裡 是 戴口罩 是 不要出門 是 也不要再感冒 後來確定肺結核 吃了半年的藥 每一天都要去吃藥 OK 吃了半年藥穩定以後 我們再回和平做兩次的篩檢 都陰性的 人家可以回來了 那就好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些的防疫 在社區裡面可以做 我們可以抓出這些東西來 新冠肺炎一樣的道理 OK 我們可不可以在社區裡面 像我們這次的居家檢疫 你們有經驗了啦 對 我們在居家 2月3號政府開始宣布要居家檢疫 隔離的時候 從大陸回來 從哪裡回來 這個理是最多的 我們一開始有中港澳 很多老人家回去 帶太太回去 或者是帶兩個小孩回去 一直回來 可是他被居家檢疫 那必須要在家裡待14天 對啊 怎麼吃飯 那個時候還沒有防疫包 對啊 孩子沒有防疫包 所有的都沒有 我有食物銀行 我在102年 我成立食物銀行的時候 我就只有兩個目的 一個叫做救濟 第二個叫備宅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啟動 我食物銀行的功能 OK 然後我們的廚房 所以當一個媽媽帶兩個孩子 她14天她每天要吃什麼 對啊 對不對 家裡又沒有很多錢 你說全部叫外賣嗎 外賣也會緊張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廚房就啟動了 我們就開始送餐 中午跟晚上我都送 幾乎餐餐送了 那家裡需要尿布 需要衛生紙 需要麥片 需要什麼的 當禮拜六禮拜天 我的廚房休息 我們食物養 就可以提供泡麵 麵條 她家裡可以稍微煮一下 所以禮拜天禮拜六 她又餐也不會斷 所以食物養 可以提供她生活必需品 那個政府還沒有防疫包的時候 等她14天滿了出關 她就是健康的人 對 這個我們在居家檢疫這件事情上面 聽到好多里的里長 都大大的抱怨說 人手不夠啊 如果說居家檢疫還出來爬爬燥 其實里長是沒有辦法去約束他們的 可是我聽起來就是方里長您其實是靠著 先幫他們設想好了 所以其實您不太有這種 擔心他們自行趴趴趴 傳染給全社區的風險 因為她會缺東西 她才會出門 OK 任何人都一樣 如果你沒有東西吃 你不出門 你把餓死在裡面 對啊對啊 我要洗頭髮 而且有時候要領藥 慢性病的藥絕對不能斷 對 我有大陸回來的乳癌 癌症的 然後她要到榮總去拿藥 對啊 就打電話 有不能出門 培屈去 里長可不可以幫我 你把健保卡身份證 那里長您有幫這個忙 有啊 健保卡身份證給我 給我以後 是 給我以後 然後我到門口我去拿了 我沒有碰到他人 那住宅再包起來就好了 噴一下酒精裡面不就乾淨了 好啦乾淨了健保卡拿出來 身份證拿出來 聯絡榮總 我是里長 然後我可不可以幫這個人去拿 因為他居家檢疫 人家護理師說 里長先生沒有問題 開了過去我去幫他拿 他是不是安心了 對 對不對 是 那就不會偷跑出來了 對 大陸新娘帶著孩子回來 孩子晚上發燒咳嗽 居家檢疫 那怎麼辦 那個 他們說 里長叫他坐計程車去 到醫院去 我心裡想 你做到 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新冠肺炎 那時候還沒有所謂的防疫計程車 還沒有防疫計程車 那怎麼辦 我就跟媽媽商量 我先把 我先把那個和平醫院先通報 等一下有人過去 我就問媽媽 你會不會騎摩托車 你有沒有摩托車 好聰明喔 她說有 我有摩托車 好 那你就騎摩托車去 我跟醫院講 從哪邊急診室 那邊進去 你知道講什麼名字 他們就會接 後來下樓了 里長 我的摩托車發不動 因為我一個多月沒騎了 好 里長的摩托車見你 是 里長 我怎樣把摩托車還你 對啊 沒關係 你就放在那邊 反正我有鑰匙 我找得到 你就放心 OKOK 對不對 進去以後 肺部有禁論 肺部有禁論 有一點線下 就趕快就醫 他們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有一個小朋友肺部有禁論 那另外一個哥哥沒有 那媽媽 那哥哥是12歲 那媽媽 醫院就說要求媽媽去照顧小的 留在醫院照顧小的 要住婦 病房 是 那12歲孩子要回到社區 是 我就跟醫院商量 你知不知道有一種叫兒少法 你讓12歲孩子 單獨在家裡 那是違法的 你們醫院幫個忙 一起收吧 後來醫院也同意了 所以三個人在家裡 他確定那個小朋友不是新冠肺炎 是有感冒咳嗽肺部有禁論 所以在裡面住了福牙病房 住了10天左右 OK了 全家就回來 再隔離14天 這樣就安心 對不對 所以說透過社區的照顧 而不是排斥他們 不是這樣 我們去照顧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犯罪 他們不是壞人 他們只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你只要讓他家裡安心14天 是 他等他出關 那你讓他安心 你能夠提到他所需的 我並沒有提供他錢 雖然政府會來給一人一千塊 一天一千塊對不對 可是我沒有給他錢 可是我可以給他生活上的物質 這些不是給錢能做得到的 你需要什麼 我就可以幫你 這個是我們目前 就算包括現在 我們都還在做送餐 了解 現在回來了 我們像有的家庭 是因為不適合住在一起的 我們就會建議跟我聯絡 有的從大陸打給我 里長我要從大陸回來 可是我們家裡很小 我說你到機場 你就提出說你要住防疫旅館 你在機場就可以提出來 你要住防疫 因為我家裡很小 他們會同意幫你安置的 對不對 你就不要回到社區 對對對 就算他有確診 又沒有進到我的社區 我身體是不安全的 對對對 所以這些在服務的過程中 我們是來照顧他們 所以他們就會安心在家裡14天 等他出關 是是是 而不是一再地排斥他們 而是說沒有辦法做 實際上我們從頭到尾 我沒有碰到他人 我們沒有像海鮮那麼近 1.5公尺 我連人都沒有看到 對 我怎麼會被感染 對對對 如果空氣中會感染 那早就感染光了 對對對 您做的這個 許多的長輩的社區據點 這一件事 甚至包含一起吃飯 其實在這個肺炎的相關疫情裡面 長輩他除了是高風險的感染族群之外 那如果據點就代表是群聚所在 您怎麼樣看待就是長輩他們的 維持他們的社會參與啊 像吃飯啊交椅啊 心情才會好啊 藥才會準時吃啊這樣 然後又要兼顧防疫 因為我覺得您現在做的好多事情 可能在肺炎期間 聽起來有點危險 不會啊 那是政府在嚇人 這麼講對 SARS給我的經驗 所以我每一個長輩 在我們的據點 我們都有實名字 這是第一個對不對 都92年 所以你剛剛走進我的熱活園地 門口就有漂白水一大桶 紅色那一桶就漂白水 我們92年就開始放 在我水裡我就說 可以拿漂白水回家居家 整理一下消毒一下 做的那些都可以用 我沒有停過 你再走進我的熱活園地 第一個你就會看到一個大的洗手台 有 對不對 那是什麼概念 政府不是要推廣請洗手 是的 我為什麼從99年拿到熱活園地的時候 我開始就建構一個洗手台在那裡 那個是一個家的感覺 你知道你回到家 小學回到家 媽媽我回來了 媽媽會說什麼 好去洗吧 洗手洗臉 等一下準備吃飯 對對對 對不對 你回到家了 你就去把手洗乾淨 等一下準備吃飯 是 是 這是不是做防疫 對啊 這是不是最簡單的道理 最簡單的道理 是 再加上我有講的 老人家有不舒服就不要來 我們這一週都會通報 每一個長輩進來 我們也量體溫 所有長輩的旅遊史 接觸史 你知道嗎 我們一開始政府還沒推 所謂的戴口罩 坐公車 坐檢驗 我就開始推了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在92年SARS的經驗 很多人 那個時候我們這幾年 我們都自己存了一些口罩 還有最近有人捐給我們很多口罩 那我們在這段期間的時候 之前我們還沒有做那些的時候 我妹妹長輩跟長輩講 長輩回到醫院 是我回診單 對 只要你拿回診單來 理長要看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給你兩個口罩 我們為什麼要給老人家兩個口罩 對啊為什麼 第一個口罩 一出門就戴口罩去上車 坐到公車 坐到醫院進去裡面 看完診以後出來 就把口罩給我丟了 因為你不是告訴我醫院很髒 對 感染源最多 對 丟掉 口袋帶子的口罩 再拿出來 坐公車再走回來 喔喔喔 這樣子沒有兩個口罩 我可不可以讓我的長輩在醫院裡面 保證乾淨的 對 那沒有接觸到 有道理 對不對 這個是做的方式 而不是你宣傳做口罩 可是你不怎麼教導 你怎麼去戴口罩 對 怎樣的口罩才會保護到自己 是 所以要戴兩個口罩 不是戴一個口罩 所以里長我們先生我們領不到 沒關係 找我我都有 我們有 我們在SARS給我的經驗 我就把他留下來 所以有存著 所以我的社區 我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保護我的社區 好 所以每個長輩的旅遊史 接觸史 在4月4號 政府發大脾氣 驗了7000多人 清明節大家大量出門 我那個時候清明節連結 包括329的時候 我都規定所有的老人 不要給我出遠門 最遠去青年公園 最遠去植物園 最遠去農三四就好了 不要給我出門 就給我再走到附近就好了 對對對 不要給我出門 出遠門去 都不准去 你他的旅遊史 他的接觸 他的病例 或什麼都能掌握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能接觸 繼續做服務 因為我想繼續做服務 你讓那些長輩 一刀切都不要出來共餐 你想想看 在家裡看電視 義大利史多少人 西班牙史多少人 越看會不會越慌 會喔 會 還是說讓他出來 快快樂樂的做運動 做健康的運動 然後每一個長輩 能得到正確的防疫資訊 是的 那我們也能掌握長輩的狀況 我就可以讓長輩 繼續被我接受服務 而且是快快樂樂的 健健康康的 是是是 對 我自己在醫院裡面 擔任顧問的經驗 這個長輩之間 他們如果常常彼此見面 也有同儕壓力喔 我認識的長輩呢 平常在家裡面 兒子女兒 叫他要趙醫師的 吩咐來吃藥 他不乖 可是他到了這個據點啊 彼此就會說 你怎麼沒聽醫生的話 你水怎麼喝這麼少 那這個呢 有差 有時候那個長輩 過了一個連續的假期 沒有到據點 然後再回去的時候 我都哇 一看都覺得 哎呦長輩真的是 看起來活力不在 因為天天在家裡面 被電視看 真的會有差 可是 方里長你真的是 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超級佩服的 像我自己跟我外婆 在溝通戴口罩 這一件事情啊 就是他都不聽 但是方里長你還可以規定到長輩 他們假期的時候 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不要去太遠的地方 要怎麼樣跟長輩有溝有通 還讓他們可以願意配合啊 因為我民國90年開始做送第一個便當 民國100年我做共餐 那這些長輩 這些長輩 很多長輩也是被我照顧很久的 他們知道我的個性 也知道我做的方法是保護到他們 然後他們當他們生病的時候 不只這一次 他們生病的時候 再到醫院的時候 需要被關懷 需要做什麼的時候 醫生溝通什麼那些的 我都有人去幫上忙 是 他會心愛我 會 對啊 原來就是這樣 要在生活上一直累積下來 所以我說這一次的疫情 裡面政府 台北市政府應該透過這一次的疫情 開始培養所有的關懷據點 包括禮拜 只有自己的防疫系統 防疫做法 那你不是一刀切 叫大家 現在8月13日又叫所有的據點 又要停了 目前台北據點都沒有啊 除非你隱瞞 除非政府隱瞞 如果沒有隱瞞 為什麼不開始趁這個時候 這個第一藥物就必須要做的 我們不管A流B流 或者是非結核 H1N1 這些所有的防治 包括新冠肺炎 都是新冠肺炎 都是冠狀病毒 是 我們在這一次的疫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防疫的系統 而不是只有針對新冠肺炎 所以這些的防治 社區的據點來做這些 所以很多的據點 剛剛我講到的 做一天的共餐 那個叫棒活動 可是就算做一天的共餐 你要把一天的共餐做起來 不管你照顧15個20個 那都是要好多次好多次 讓長輩相信願意走出來 這個據點建構的不容易 那你會一刀切的 就讓他們把這個據點打散了 還是說像我一樣 我把我的據點弄得乾淨的 弄得安全的 我把我的所有老人 東西都能建構得清楚 我們的服務沒有停 在英國的時候 有幾個團體有跟我聯絡 他們就說 他們看到我的經驗 在疫情的期間我沒有停 他們後來他們發起的 年輕人去發起的募款 幫這些獨老老人去送便當 好感動喔 他們就這樣做起來了 他們說這個今天很棒 我說而不是大家躲起來 那一刀切了 就算老人家不到我的據點 他會不會去菜市場 會不會去公園 會不會去沒有 會有 會不會去醫院 對不對 那感染源沒有嗎 所以教會長輩 就算去公園回到家 你也要把臉跟手都洗乾淨 是 就把衣服換掉或洗乾淨 是 不是教導他們正確的嗎 你們的新生活做了 我就是平常我就在做了 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每一個據點 如果能夠建構防疫的體系 防疫的做法 把很多的資金 很多的錢 政府的錢用在這上面 我們不怕新冠肺炎 我們也不怕其他專業病 會不會有其他專業病 當然會有 當然會有 可是我們建構的體系 能夠保護到我們這些 我們能夠正確的做法 好 任何一個傳染病 都必須從口鼻比較最嚴重 了解 那我們如果能夠勤洗手 我們照顧這些長輩安全 不就好了嗎 我的小孩子也都一樣 我小朋友要吃飯 一樣洗手 吃完飯要把自己的網筷洗乾淨 他不是洗手 是是是 對不對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做法 防疫 所以我們沒有半個得到確診 對 我為什麼要怕 我想回過頭講 就算確診了又怎樣 我們要怎樣加強哪一塊 從哪一塊再進入 我們再來做更細的服務 我們哪一塊做不到 這個是你政府要協助據點 而不是一刀切 是是是 那請教喔 就是在中情裡的獨老 獨居長輩的人口數多嗎 多 以中正區 中正區快要400個獨老 我們就佔掉70個 這個 最近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有明星 他因為獨居 那他事事於家中 那他的後事啊 因為是這個單身 所以他後事也不是親人辦的 是他的智友來幫忙協辦 方理長 這個獨居長者到了晚年 其實他的處境是蠻孤單的 有時候甚至連自己ATM 然後這個提款的密碼都可能忘記 那也比較容易被詐騙 所以講到頭有時候也不知道後事 誰要幫他打理 我聽起來好像方理長也願意 包生甚至包死 好像也願意幫忙送最後一層 我們常在做這件事 沒有說吃我便當的長輩不會生病 送我送餐的獨老不會生病 當他走掉了 我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服務 這麼多的獨老 包括有眷的 有眷的家屬 不見得願意幫長輩 做後面那一塊 都一樣都不願意幫他做 因為年輕的都不願意做很多 到現在為止我願意做這一塊的服務 就是其實做給活的人看 我聽懂了 讓那些其他的獨老相信 里長連最後一步我都會幫你安排 甚至我們也送長輩骨灰回大陸 都去 我的長輩的兒子在大陸出車禍 死掉了 我帶就把他骨灰帶回來 都一樣這些是可以做的 然後只是因為不見得每個禮要做 當然這些禮是特殊 當這些獨老他在生病的時候 回到醫院 或者失能失智到一定的程度 我才會把他送到安養院 或送到農家 我到這麼多年下來 我不太願意把這些長輩 一有一點狀況 我就丟到養老院去 為什麼 因為丟過去的時候 三個月到半年就不認識我了 或者去的時候會吵給他 所以我都想要 如果人都在家裡 我能夠照顧著多久 照顧到我不行 失能失智到一定真的嚴重的 我沒有辦法照顧著 我才會把他送到安養院去 那一步就是最後一步 可是在家裡往生 沒有說吃我的便當的長輩不會死 可是我會讓長輩就是說 晚上如果睡覺啊 人家走掉了 那個叫最幸福的 可是第二天我就知道 那接著幫他辦上事 幫他走法律程序那一塊都幫他走完 幫他張事 他之前有什麼醫院都會跟我們講 所以這是長期做的服務 聽懂 這個東西沒有政府經費能補助吧 沒有 可以 可以 可以很多人 現在越來越多善心人士 願意做這一塊 我們可以連結過來 了解了解 除了錢以外 就讓其他的長輩 像我們曾經有幫 我們社區也有經營婆婆 日本有經營婆婆 我們也有經營婆婆 就人瑞嘛 對啊 經營婆婆 好可愛 然後老人家兩個 先生都是大陸的 不同省的 一個湖南 一個河南的 那老人家兩個人 都是女的 那每天都在鬥嘴 這樣再給空啊 這個很好 鬥嘴就好 那鬥嘴以後每天也接受送餐 然後幫他做 所以有一天 殷婆婆就告訴我說 理事長 理事長 他怎麼這兩天都沒看到 這個要注意 對不對 昨天早上又有看到 怎麼今天下午都沒看到 昨天早上都沒看到 結果去家裡 就跌倒在那個浴室 就跟隱形一樣 跌倒浴室撞到 然後走掉了 當天就走掉 我們就趕快幫他處理上市 處理上市的過程中 再要做工具了 殷婆婆就推出 長輩的遺體大體推出來了 然後準備做工具 然後殷婆婆就說 不好 他覺得不好看 什麼不好看 化妝不好看 好 我們又把他推回去 請化妝師再幫我們化漂亮一點 再推出來 他說很漂亮 這樣可以 好 我們開始辦上市 好幾個好些老人 有一些老人就去送他 為什麼他要 他覺得他的伴 他的夥伴 他的長期這樣 跟他鬥嘴 可是就是伴 可是那個感覺是他告訴我的 所以從那一次以後 我對所有的長輩 包括化妝 包括這些我都很注意 因為要漂漂亮亮的 乾乾淨淨的走 最後一條路 對啊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獨牢 除了平常的送餐以外 光環以外 包括就醫救養 我能夠做到的 我讓其他的長輩也相信我 所以你說為什麼長輩會聽我的話 我知道了 真的 有差 因為你從來沒有關心他 你現在開始要規定他 他不會聽你 對 對不對 對啊 這個里長 我看您 就是接不完的電話 協調不完的事情 然後我剛剛還聽您的工作人員 告訴我說 其實您還有夢想 那這個夢想 現在已經正在實踐和打造當中 我是很好奇 這個一做做22年的事情 是什麼 然後這麼的忙碌 人總是吃五股雜糧 會有累 會有生病的時候 但我覺得你有源源不絕的 這一種活力 哪裡來的這樣子的驅動力 其實這麼講才對 我自己住南氣場 我是民國52年搬進南氣場 嗯 我爸爸搬進來 跟爸爸媽媽搬進來 很有感情 對 我是第一戶搬進來的 喔 我們家又是第一戶 所以媽媽早走 媽媽早走 然後媽媽早走 然後那個時候的 小時候看我 看那些爺爺奶奶們 被我照顧的 那些都走了啦 最早被我照顧那些爺爺奶奶 看我就像你們家 看我家每天跑還衝來衝去 好像是一個 像一頭牛這樣衝來衝去 做什麼事 可是 等我去讀書 有一天腳受傷 或我爸爸生病 我就回來找我爸爸 看到爺爺奶就 腰也彎了 頭也痛 蹲不躺的 那兩個剩一個 老人家就很沒落 對啊 後來你有沒有聽過 老爺爺叫王冠英 在圖書館 有個王冠英圖書館 知道啊 知道知道 他就是我的老人 王冠英圖書館 是因為我去更名的 原來是丁州分館 我把它改成王冠英圖書館 請馬英九市長去改名的 是的 然後老爺爺小時候 我們家沒有錢 爸爸媽媽生了五個孩子 根本沒有錢看書 48年次的 我48年次的 那個年代根本沒有錢 去買很多書 所以我會建構主持館的原因 在這裡 所以 我可不可以 老爺爺子讓我看到很多書 那些爺爺 我媽媽走了以後 我們所有的社區 很多長輩爺爺爺爺們 阿伯阿伯那些 照顧我們 那我是里長的 我可不可以照顧他們 所以從民國90年 送第一個便當 鄉初要寫計畫去寫 說里長要送便當 獨具館 打死都沒有人相信 因為那個年代 里長就是樁腳 對不對 到現在都被列為樁腳 現在還是 但是真的是做了 好像大家長一樣 對啊 可是 我做食物銀行 也沒有人相信我說 我會做食物銀行 里長哪有在做食物銀行 所以沒有人相信這些 我慢慢做 所以到現在一天 準備三百多個餐 那透過社區的照顧 我可以讓周邊很多的社區 從我一天做到五天 學我的模式 我有食物銀行 我有蓄食 我能支援菜給他們 我就能讓他們做到五天 那些里長 就敢做五天的照顧 所以透過這樣子 我全國去宣傳 我現在有兩百多個據點 在做共餐 我有一百七十八個 十獎冰箱 我有六十幾個食物銀行 所以我才會這麼累 跑全省 因為我在南機場 已經建構一個網絡 是 我想透過敘事 因為佳樂福的一盤青菜 大賣場的一盤青菜 貼上今天標籤沒有賣完 一定要丟掉 一盤肉沒有賣完一定要丟掉 如果當天丟掉 我們就可以拿回來煮下去 給人家吃 那並沒有壞 對 沒有壞 那個比較壞 當天的敘事 沒有規定說一種青菜炒一盤 可不可以三種青菜炒一盤 也香噴噴 對啊 全世界誰最厲害 媽媽最厲害 回到家裡 媽媽一下子沒多久 變作一桌菜出來了 有道理 如果她的冰箱裡面 有一包菜很漂亮 可是寫昨天的日期 你跟媽媽說這包菜一定要丟掉 是 你會被媽媽打 對 不叫偷賊 對不對 阿嬤給我們打的 不要偷賊 可不可以透過這些的敘事 下架的食材 當天下架的食材 我們就趕快來做成一個餐 我可以讓我的據點 省掉一些菜錢 肉錢 我又可以 我又可以讓那些食物 好好的備利用 你們當知道嗎 我們也接洽過 家樂福裡面的那些賣雞肉的廠商 或者是像王品 有名的雞排的廠商 我們做一家 可是一塊雞排很漂亮 可是旁邊的肉切下來 可不可以吃 是不是跟那塊雞是一樣的 只是賣相不好 是 可不可以拿回來煮 可以耶 對啊 可以啊可以 所以透過這樣子 我的廚房叫做無菜單料理 我們叫料理界最高境界 對啊 我們沒有菜單寫不出來 是 所以我可不可以利用這些食材 我就可以照顧更多了 我就可以讓更多的社區 敢做共餐 做到五天 敢做食物銀行 所以全台灣我在跑 我做據點我的網絡成熟了 那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 再把我的防疫經驗 了解 我沒有靠政府 可是我們做 我們需不要政府 我們當然需要 我有和平醫院 我有中正區的健康服務中心 我有中正區的區公所 我這個工部門的 我們可不可以串成一個網絡 讓更多的據點 跟我一樣敢做服務 如果今天的台灣 真的是很多像大陸 像大陸或者日本韓國 這麼大的規模的社區感染 不要說我也不敢做了共產黨 可是目前我們還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我們要不要慢慢一步一步的 當這些大的感染來源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做服務 我們要想出一個方法 可以保護自己的社區 讓社區有備災的資源 那又這些人可以安心在家裡 又有適度的商業行為 而不是一刀切 所以政府我覺得你花三倍券 我覺得是不好 可是我覺得要把資源做在這上面 不管你用科技的用什麼的 可是回到最重要的就是社區 你們會停共產告訴我的事 這些老人是高危險群 既然是高危險群 那怎麼樣讓它變成更有效的方式 來去協助他們 又可以照顧他們 這個是我自己才做的 那你這麼不願意做 我先做給你看 哇 在最後的這幾個問題裡面 我聽到了這是一個激勵的故事 我可以感受到 方里長在做這些事的過程當中 可能旁邊的人一開始是 手抱在胸前 在那裡冷眼旁觀 想說沒有里長在做食物銀行的 沒有里長在做國中客服的 可是因為方里長有心 所以就推展的開來 這也證明台灣社會人心不死 您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越來越多的社區 願意跟我一起做 給社區能量讓社區長大 不要去怕社區 那社區長官不管負責任 希望社區不要做那麼多這些 那是不對的 讓社區去長大 讓它可以把觸角伸出去 幫到更多人 是 我覺得政府應該做這個事 應該是這樣才對 我今天非常感謝 台北市鍾情禮的里長 他同時也是2019 總統文化獎的得主 方和聲幫里長接受訪問 謝謝您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 謝謝 謝謝